大家好,我是这个剧本《路潮之际》的编剧导演王欣妍,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,然后这个长篇剧本,它是一个剧情犯罪悬疑类型片,然后它的故事背景是一个关于信息泄露的违法犯罪,然后主要围绕了这个年轻人,他们之间的感情纠葛, 金钱以及就业压力,以及他们在面对这些危机之下做出的正面和反面的选择,然后去探索一些当个人梦想无法实现,以及面对一些社会压力,以及他人的一些恶意的时候,每个人的选择和产生的纠葛。